雄人一馬 很久很久以前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个穷人 他有两个儿子和一匹灰马 那人非常穷 总是干些运货的活 他带着灰马走东走西 彼此谋生 当然 偶尔也会碰到非常糟糕的路 灰马非常厌倦独自拉车 他说 我亲爱的主人 你怎么不为我买个班啊 你竟然会说话 我怎么不能啊 这么多年 我已经跟你学会了 你应该给我买个班了 我想跟你买 但是没钱呢 那这样吧 你放开我 我去找钱 我怎么能放开啊 你不会回来的 你会抛下我 我怎么会抛下你啊 你是我的主人啊 那人将他牵出马棚 并将缰绳下丢掉 灰马非常高兴 甩了甩尾巴 在院子里转了一两圈 随后便跑了 那人非常后悔 灰马不会再回来了 灰马跑出村子 跑进森林 他吃了新鲜的草 喝了清澈的泉水 吃饱喝足后 他在森林里四处张望 突然看见一个大狐狸洞 于是便躺在上面 睡着了 这洞里住了母狐狸 和两只小狐狸 洞里的母狐狸和小狐狸睡醒后 想去找些吃的 于是母狐狸对大儿子说 儿子啊 出去看看 现在的天气如何 小狐狸走到洞口一看 天变灰了 于是赶紧跑回去 哎呀妈妈 不能出去 外面雪很大 出口都被封了 嘿 老狐狸随即给了他一巴掌 你想什么呢 现在正是盛夏 怎么会有雪啊 你去 他对另一个儿子说 你去看看天气如何 小狐狸回来后对妈妈说 妈妈 不能出去 外面雪很大 啊 他也被打了一巴掌 之后老狐狸便自己走出去 一看 确实变灰了 他闻了闻 雪不冷 于是 他挖了另一个出口 当他们出去后看到 天哪 有匹大灰马 死在狐狸洞上 他也真是找了个好地方死呢 我要想办法 把他拖进洞里 然后吃了他 但他完全拉不动 那怎么办呢 于是 他去找狼 狼住在不远处 狐狸去敲门 谁啊 是我 狼兄弟 你想干什么姐们 兄弟啊 最近怎么样啊 让我进去吧 于是 狼让他进来 你这么早来我这儿 有何贵干呀 我的洞口 有一匹死了的大灰马 但我自己无法将它拖走 我想 你是非常强壮的动物 咱们俩一起将它拖到那里 等冬天把它吃掉 狼马上去洗漱 跟狐狸一同出门 到了后 他们开始四处嗅探 他们拉拉扯扯 还是挪不动 姐们 你别拉 你来推 他们还是挪不动 于是狐狸说 这样吧 把你的尾巴 跟马的尾巴绑在一起 然后你拉我推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嗯 好的 姐们 狼将尾巴跟马尾巴放到一起 狐狸将它们绑好 绑成一个结实的紫结 之后 狼开始用尽浑身力量了 你推呀 姐们 使劲推 再使劲点 推呀 当马发现狼的尾巴 跟它的尾巴绑在一起时 突然跳了起来 它抖了抖毛 然后开始奔跑 狼绑在它尾巴上 被晃来晃去 甩来甩去 当马发现狼已经昏了的时候 便跑回村子里 当它到家时 发出 灰儿灰儿的叫声 主人马上跑出来 啊 你回家了 感谢上帝 这灰马终于回家了 它马上将大门打开 那 我亲爱的主人 马说 我带来了一只狼 你把它包皮 将它的皮卖掉 然后再买一匹马 事如所愿 它将狼皮拿去及时卖掉 买了另一匹灰马 之后 一家人一起走四方 从此 它们幸福地生活 也许直到现在 还活着 到此为止 童话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